3、2、1 8月10号下午,国内著名时装设计师奥斯卡·拉瓦拉塔 和做设计中小企业部长德登 文教育科技研究部的文化总干事西尔玛 国家博物馆执行长斯里等嘉宾 为我与不了解活动开幕剪彩 开幕式上举行了一场奥斯卡时装秀 100名由年轻模特与共同人物组成的模特队 展示了她四人收藏的100件风格级异的德顿服装 通过这场时装秀 奥斯卡希望能分享个性不同的年轻人与德顿的故事 同时也希望这些年轻人能设计出用于日常穿着的德顿服装 此次活动在保护国家文化的同时 也是希望能将国内德顿带入联合国教 课文组织废物质遗产的一种方式 合作设计中小企业部长 德顿对此次活动给予极高的评价 尤其是与服装设计时合作 将印尼传统布料展现得更加豪华 且具有价值 从而提高国内各地得能手工艺人的收入 国语不了解8月10号至9月10号举行的同时 也有各种艺术与文化活动 其中包括努山达拉德顿塔装置 展出了奥斯卡在20年里收藏的 国内各地的100件德顿布料 还有编织品的摄影展 编织奇迹的装置展 研讨会 访谈秀等一系列活动 美都新闻 李苏珍阿迪巴曼娜采访报道